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 来自向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企业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李锦撰文表示 中国官方对于宏观的经济通常也有瘾的描述 但这一次的中共工作会议的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的描述是非同寻常的 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恢复并不平衡 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而且疫情以及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李锦指出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今年外需明显的好于内需 上游产业例如煤油明显的要好于下游 大众企业明显的好于小微企业 工业要明显的好于服务业 但是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长已经跌至了4.9% 四季度不出意外的话会跌破4% 明年仍然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 内生增长的动力有所减弱 他表示这个趋势如果不采取较大力度的措施来干预的话 有硬着陆的风险 他指出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 中国官方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1年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 政策力度趋以谨慎 2022年政策的主要基调是稳中求进 预期明年增速可能在5.5%左右 赤字率水平保持在3%左右 报道指出对于货币政策会议重提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李锦认为美国联储局即将拧紧水龙头 逐步的开启货币正常化的进程 而中国可能会与其发生背离 具体包括了定向的降息降准 债贷款以及支持新基建 新能源 数码经济 以及信息消费等些领域 他预计明年上半年 中国国内的经济动能可能继续的减缓 官方将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且适度超前的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好 再来看一下麻省理工学院的大脑研究 或成为解放军的新武器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华尔街日报的意见观点版在12月10号的时候 刊登了米歇尔·贝斯尔的署名文章 题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对中国军队有帮助吗 他讲述了他对他已故的继父 帕特里克·麦格文 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大脑研究所 与中国合作的担忧 米歇尔·贝斯尔警告说 麻省理工学院对中国发生的事情 或者与中国机构在尖端科学领域合作的风险 没有把握这些机构可能会被盗用或者是滥用 文章写到 七年前当他加入麻省理工学院 麦格文大脑研究所的董事会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的兴奋 但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他辞职了 他不再相信该研究所能够在与中国政权的附属机构合作的同时 为人类的利益推动科学的边界 他表示他的继父已故的帕特里克·麦格文 在2000年创立了该研究所 以促进对人类对大脑的了解和治疗疾病 他是一位全球先锋 在中国比较乐观的时期 他扩大了研究所与中国机构的合作 他表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真正的情感 2006年他和他的丈夫搬到了上海 在接下来的七年当中 他在那里生了三个孩子 并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 米歇尔·贝斯尔指出 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不同的 但是时代变了 共产党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科学 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麻生理工学院和麦格文研究所 似乎没有能够仔细地审查这些发展 他认为麻生理工学院对中国发生的事情 或者与中国机构的尖端科学领域的合作的风险 没有把握 这些机构可能会因为军事现代化 或者是镇压而被盗用或者是滥用 他也表示通过与中国机构进行研究 麦格文研究所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帮助该国的压制性的安全机构 或者是军队 中国官员发表文章 宣称生物学是一个新的战争领域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了追求所谓的军民融合 通过了法律规定 所有的机构 包括西方大学合作的机构 都有义务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来服务 这一要求和中共的不透明性 使得很难确定 解放军是否在使用他们的研究 他表示他担心 以他继父的名字命名的机构 可能会损失声誉 几年前当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担忧的时候 其他董事会的成员感到被冒犯了 有人说任何对中国共产党野心的认真调查 都是种族主义 该研究所的一位主要成员 要求他坚持科学 不再提中国 贝斯尔还表示 麦格文董事会当中 没有人可以确定该研究所与深圳的先进技术研究院 或者是中国大学的合作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军队 这些机构不受美国法律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规则的约束 他们属于中国的法律 他表示 但是鉴于他的担忧 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 作为学术机构 他们应该提倡多元化的意见和真诚的辩论 然而当研究所的同事突然停止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认为继续在内部表达他的担忧 或者是继续留在董事会 没有什么价值 他表示 在离别的时候 他要求董事会 以及全国其他类似的机构采取立场 反对与专制政府合作 在追求科学之前 我们应该提倡道德 再来看一下英国警告 中共借数位人民币监视全球的金融交易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英国金融时报在当地实践的12月12号 引述了该国情报机构 政府通讯总部的主任 弗莱明的报告表示 中国正在明年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之前 大力的推动数位人民币 恐沦为监视其用户和对全球货币交易 施加控制力的一项利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信息显示 注册数位人民币的个人与企业用户 已经有1亿4千万 报道表示 弗莱明在接受该报的专访时警告 一旦数位货币新技术的发展 遭到了不当的施行 会给予敌国 监视本国金融交易的能力 能够控制数位货币的交易进行 它表明中国已是英国面临的最大的战略议题 北京正在扩大其在海外的间谍活动 与寻求掌控数位基础设施 开始对数位世界运用其在现实世界的影响力 我们必须要去设法应对 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 渴望在12月份稍晚的时候 公布新的网络战略 作为英国对抗数位威胁的一幅蓝图 弗莱明担心倘若其他的国家搜集了英国公民的大量的数据资料 例如工作购物社交与旅游 结果将因此造成严重的侵扰 并且造成英国主权遭到侵蚀 英国的另外一个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处长摩尔 此前就暗指中国正在输出技术 使其在全球运用一张威权主义控制网 还指控北京又是他国落入数据资料的陷阱 弗莱明警告表示在北京冬奥会的前夕 中国正不放过任何的粮机来投射数位人民币 其如意算盘时的外国游客 如同本国的游客一样使用 他盼望北京将与国际伙伴共同协调出数位货币的监管制度 但是尚未看到中方有所回应 好再来看一下从培武威胁加拿大 禁止华为5G后果很惨 来自美国际的报道指出 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从培武再一次向沃台华发出了警告 如果加拿大政府在即将宣布的5G网络建设的准入决定当中排除了华为 加拿大将为此付出代价 从培武还声称以间谍罪嫌被中国拘押了近三年 并且于9月份的时候获释的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凯 还有商人斯帕弗 获释之前都已经承认了各自犯下的罪行 报道指出从培武在星期五也就是12月10号的时候 在一场仅限受邀记者参加的视频记者会上做了上述的表态 从培武本周二也曾经在加拿大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当中 呼吁沃泰华不要听信由美国发明的有关华为的国家安全风险 允许华为参加加拿大新一代的5G网络的建设 从培武当时表示 有关华为是国家安全风险的说法是美国发明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压华为 报道指出 加拿大政府对是否允许华为参与加拿大5G网络建设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加拿大也是在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情报分享 五眼联盟当中 唯一尚未就华为问题做出决定的国家 五眼联盟的其他四个国家都已经做出了禁止 或者限制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决定 日本和瑞典等些美国的盟友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 不过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指出 加拿大联邦政府很快就是否禁止采用华为技术的问题 做出最终的决定 从培武在星期五举行的视频记者会上重申 如果加拿大跟随五眼联盟当中的其他盟友 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的5G网络建设 中国将对加拿大持非常负面的看法 从培武还表示 届时加拿大将为其错误的行为付出代价 报道指出 中国曾经与加拿大维持良好的政治外交和经贸的关系 但是在加拿大的警方依据美国司法部的请求 2018年12月1号的时候 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 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 两国的关系急转之下 北京不仅对加拿大实施了经济制裁 还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逮捕了前加拿大的外交官康明凯还有商人斯帕弗 在此期间中国官方和外交官们全部出动 对加拿大政府和总理特鲁多进行了战狼式的攻击和谩骂 称加拿大是美国的走狗和小跟班 中国还对加拿大展开了贸易报复 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逮捕康明凯和斯帕弗之后 曾经一再的放话表示 只要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中国也可以考虑释放这两位被捕的加拿大人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监视居住了两年多 也一再在加拿大法庭上抗拒美国的引渡令 最终于今年9月下旬的时候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延迟起诉的协议 顺利的离开了加拿大飞回了中国 而被中方拘押了近三年的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 也在同一天获释飞回了加拿大 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乔美兰 在星期三的时候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权力与政治节目采访时 再一次谈及了康明凯和斯帕弗的案子 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乔美兰在会见了康明凯和斯帕弗之后 在这个电视访谈节目当中表示 我们希望继续确保为他们的案子发生 因为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当他被主持人进一步的追问的时候 乔美兰表示 这两个人根据中国的刑事法律 目前只是获准保释 所以我们希望确保我们与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件优先的事项 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从培武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 被问及乔美兰就康明凯和斯帕弗的案子所做的最新的发言时表示 中国政府掌握的讯息表明 两个人犯罪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都对他们的罪行供人不讳 中国当初以间谍罪嫌在闭门审判当中 给康明凯和斯帕弗定罪 受到了加拿大以及十多个西方国家的广泛批评 加拿大和其他的西方盟友认为 康明凯和斯帕弗的罪名 完全是中国政府为了报复加拿大逮捕孟晚舟而罗列强加所致 从培武在记者会上被加拿大的记者追问此事时表示 这两位加拿大人应该严格的遵守 由相关中国法院做出的保释规定 如有违反中国可以依法随时审理保释期间涉嫌的犯罪行为 另外根据加通社的报道指出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一项声明当中 并没有直接的谈及从培武所称的两位加拿大人在中国认罪的问题 但是重申了加拿大政府一贯的立场 那就是正如加拿大一直认为的那样 康明凯和斯帕弗是作为政治杠杆而被任意拘捕的 加拿大也对整个过程的任意性质一再表达关切 好 再来看一下广东大搞护树运动 深圳要给股树明目配身份证 来自香港媒体《星导日报》的西西表示 广州市去年底的时候大面积的种植凤凰木 砍伐了三千多株的老榕树 引发了中共高层的关注 导致了广州市的市委书记张硕甫 和广州市的市长温国辉同日免职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了 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要求在城乡建设和城市更新当中 最大限度的避让股树明目和大树禁止大拆大建 深圳市也吸取了教训 提出了建立股树明目的管理平台 让每一棵股树明目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根据深圳市的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统计 深圳一共有股树明目一共是1562棵 其中一级股树14棵 二级股树56棵 三级股树1487棵 最老的股树壁尺苏铁 种植在罗湖区域的仙湖植物园 树林超过了1000年 根据深圳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为了加强管理 深圳建立了股树明目管理平台 即使公布以及更新全市现有的股树明目的情况 包括建立完整全面的股树明目保护档案等等 让每一棵股树明目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在官网当中可以清晰的查阅到 每项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到的股树迁移 股树保护工作的公式 报道指出 广东省政府办发布的绿化意见被视为亡羊补牢 意见还提出了坚决反对天然大树进城 一夜成警等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 拒绝奇花异草 特别是不能随意的更换 展现本土风貌 保留历史情怀的标志性的树种 严禁铺张浪费搞绿化工程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